3 2 1 起 起 动 为了守护新竹市民的健康 市长高宏安最近宣布将从10月2号开始 为民众施打流感疫苗 即肺炎炼球菌疫苗 总计有12万人渴望受贿 新竹市政府也呼吁 符合公废疫苗接种的对象 可以踊跃的施打 防范流感并发重症的发生 那我们这次的这个活动呢 就是我们从10月2号开始开打 那也包含了我们校园社区 还有我们的医疗院所都会来搭配 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我们卫生局相关的资讯 传递正确的资讯给我们社区所需要的长辈 还有一些可能因为工作他们需要去做施打的 请他们能够尽快的来完成自身保护力的提升 那当然除了疫苗以外 还有很多勤洗手戴口罩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要请所有的里长哥哥姐姐们 跟我们一起当健康大使 帮助自己的里民们都能够活得非常健康又幸福 卫生局表示 今年有72家的医疗院所可以提供接种的服务 另外也会派出医护人员进驻社区 协助65岁以上的长辈进行接种的服务 卫生局强调 疫苗越早打保护力越好 因此呼吁长辈以及符合资格的民众 举办打疫苗提升自我防护力 好那今天我们十月二号起在各大社区里面 我们来安排团队进驻 然后在那边施打疫苗 那主要的话是替长者来 65岁以上的长者来进行施打 那学校也会安排团队进驻 那假如施打不到的话 也会到大家可以到诊所 可以到卫生所进行施打 那目前的话我们除了说流感疫苗也有害 我们也有肺炎链球菌 13架肺炎链球菌的施打 所以也希望说今年冬天 大家能够施打流感疫苗 平衡度过冬天 因为我们的疫苗 通常只有三到六个月的保护力 所以越少打的话 保护的效果会越好 那因为我们流感主要流行的期间 大概是11、12、1月份 所以最好的话大概就是从 11月能够及早施打是最好的 医师谢德国也指出 今年的流感疫情提早出现 民众尽早接受疫苗的接种 就可以减少感染的机会 以及重症的发生 尤其是高危险族群 更应该优先接种疫苗 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的健康 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道